这是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 女孩叔父为女孩订购了一辆自行车 可女孩却不喜欢红色 而蓝色的自行车一周后才能提获 女孩文言也欣然同意了 想不到车行所谓的订购 就是当街偷走一辆蓝色自行车 第二天马蒂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偷 于是让母亲送自己上学 但车子却无法发动 这时母亲接到丈夫马库斯的电话 原本她在下个月就能退休回家 可领导却安排她延迟三个月再走 母亲因此十分不满 马库斯驻军在外这些年 一直是她独自抚养女儿 但她也没法左右马库斯的决定 于是她向女儿提议 不如请假一天出去散散心 他们一通购物后坐上地铁 刚被开除地射出奥托建桩 立刻起身给马蒂母女让了坐 谁料就在母亲坐下的瞬间 地铁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马蒂一夜之间失去了妈妈 而奥托也深感自责 她本是一名IT技术员 新开发的大数据程序被领导毙了 因此她只能和好友莱娜一起走人 奥托疲惫地回到家刚打开电视 新闻正好就在播报当天的事故 这次意外是由于地铁相撞引发 飞车党小头目光头哥也遇难身亡 光头哥刚和飞车党老大马哥闹败 两人即将对不公堂 但由于他的死亡 他对马哥的指控也随之解除 看着即将解除拘留的马哥 奥托回忆起事发前有个奇怪的人 直接丢了昂贵的三明治就下了车 越想越觉得这是另有隐情 于是他立刻回房开始收集资料 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资料找到警察 他认为这起事故并非意外 可他能拿出的证据 只有他的概率计算结果 奥托看出警方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只能幸幸离开警局 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追查 于是找到老搭档来呢 拜托他黑进官方系统查询信息 同时远在异国的马库斯接到消息 长官直接安排运输机送他回国 看着病床上失去生机的妻子 内心悲痛但也实在无能为力 回家后马库斯和马蒂一起生活 但父女俩几乎从未单独相处 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 他不知该如何安慰女儿 说出的话又冰冷又理性 马蒂想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但马库斯却坚持自行解决 直到奥托带着来那找上门来 奥托带着一系列资料找到马库斯 他们向他解释自己的推测 不出意外这或许是场谋杀 并且凶手就是提早下车的男人 而关键性证据就是 那个男人在前一天偷偷来过列车站 马库斯拜托他们查出那个男人是谁 于是两人先行离开 在第二天找到了他们的好友艾曼 艾曼精通人脸识别的相关技术 但前些日子刚和莱娜吵了架 莱娜毒蛇又直率 艾曼却敏感自卑还一目 两人随时随地都能因为小事吵起来 而奥托就是他们的调和剂 艾曼很快查到 提前下车的男人正是马哥弟弟小马 资料显示小马是个电气工程师 并且专攻列车方面 得到结果的他们立刻找到马库斯 紧接着四人找到小马 准备当面谈谈再说 到达目的地后马库斯敲门表明来意 但小马明显不想多说 为了赶走马库斯 甚至直接掏枪威胁 见状几人只能先走 可到了车前马库斯却回了头 他敲开房门后直接拧断了小马脖子 动作干净利落吓了三人一跳 但眼看上了贼船 几人也只能帮忙一起上后 莱娜拿起清洁剂打算处理一下痕迹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沙发上趴着一个被绑住的男人 莱娜当场实话 转身愣愣地走回车上 他们把马库斯送回家里 结果他一开家门 发现女儿竟然带男友回家了 前天晚上马蒂十点还没回家 马库斯着急女儿便出了门 结果一出门就看到女儿和男友约会 马库斯张口就质问女儿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 马蒂却说 他和妈妈约定的宵禁在十一点 眼看马库斯要带走马蒂 小男友提醒马库斯 别对马蒂这么粗暴 结果却狠狠挨了一拳 马蒂慌张地跑回家 一整晚都不愿和父亲说话 第二天早上为了破冰 马库斯才提出想补偿他们 因此马蒂才会带男友希里斯回家 马库斯和他握手言和 吃饭时希里斯提出请求 想让马库斯邀请家庭心理医生 马库斯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 这显然不适合正常生活 但马库斯依旧不愿求助医生 马蒂委屈地哭了出来 希里斯走后 马库斯看到老马出狱的消息 他意识到这个仇还没报完 于是第二天他找到三人 想要他们帮忙找出飞车党资料 杀害他妻子的人不只是小马 而是整个飞车党 奥托本不想帮这个忙 但莱娜和艾曼却十分乐意接受 奥托无奈只能加入进来 几人准备带上设备 在调查期间就住在这里 但几人离开时正好遇见马蒂 奥托尴尬地转身躲回骨仓 莱娜只能硬着头皮装作心理治疗师 马蒂被唬得十分开心 他觉得父亲终于愿意听他话了 莱娜正好和心理学家有过合作 于是两人就这样 误打误撞地展开了治疗 而艾曼则是在骨仓里布置起来 但现有的设备对艾曼而言 算力实在看不过眼 于是他要求大家回他家拿他的设备 莱娜不满地当场和他吵了起来 一脸猛的马蒂察觉到不对 但希里斯却询问这是否是种治疗法 莱娜赶紧借颇下驴 带上拖车就往艾曼加赶 路上莱娜一直劝说马库斯接受帮助 他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并不健康 这直接激怒了马库斯 他扬言要暴揍莱娜一顿 危急之下莱娜竟然撅着屁股到了前 马库斯哪见过这阵仗 只能回到车里等他 原来这就是莱娜的心理创伤 他从小被叔父虐待殴打 因此遇见危险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当他们来到艾曼加时 飞车党正压着小马家内的男人 他们确认凶手是马库斯几人后 当街开始扫射 还好马库斯反应迅速 手脚麻利地反杀了几人 就在他想对男人动手的时候 莱娜拦住了他 男人名叫詹姆斯 是从小逃难来的丹麦 毫无谋生技能的他被培养成男子 而小马就是他的上一任金主 回到谷仓艾曼提出 为了大家的安全 马库斯应该教会大家使用枪支 于是第二天他就准备好了零件 把几人带到森林开始培训 艾曼只看了个大概 就飞快地组装好了枪支 马库斯震惊地直夸他是天才 但莱娜显然没这天赋 而奥托能用的只有一只手 在射击训练中 艾曼也适应得飞快 而马蒂面对多出来的成员 也适应得十分迅速 詹姆斯会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奥托则会温和地教他道理 而艾曼则很快预判了飞车党行动 于是行动立刻就要开始 面对满是疑问的马蒂 马库斯不耐烦地吼了他 见此情形奥托十分不满 一路上都在劝说马库斯 结果马库斯直接一拳把他放倒 然后把他丢到了路边 艾曼向马库斯解释 奥托几年前因为酒驾 开车时出了车祸 他的女儿因此丧生 而他也因此始终不愿治疗手臂 这才导致了一只手的残疾 这样的经历让他十分心疼马蒂 说话间几人就来到飞车党聚会地点 等到众人分散坐上了车 马库斯才操起家伙跟上 只见他对着后车窗一顿扫射 一车人很快就死得差不多了 面对受伤爬出的人 艾曼始终下不去手 还是马库斯上来补了一枪 离开时艾曼难过的不行 他无法接受自己参与了杀人 回去的路上他们烧上奥托 但回家后的气氛却十分尴尬 奥托主动安慰骑马蒂 因此他看到了马蒂写下的线索 这是他自己总结出的意外起因 但奥托却认为 这种推断是不合理的 因为是由结果推倒而得到的 马蒂却说 他早知道这是不合适的 只是想通过这些来宽慰自己 两人聊着聊着 奥托却突然心中一紧 他意识到自己的推断或许错了 同时莱纳正与詹姆斯聊天 但他突然发现 詹姆斯口中的小马行程 和他们的推测有巨大差别 于是他立刻开始重新搜索 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找错了人 而这次列车事故也确实是意外 这次马库斯没法淡定了 他听完几人的解释 走进厕所就开始伤害自己 大闹一痛后 奥托赶来抱住了他 他知道这是马库斯的发泄 现在他没法责怪别人害死妻子 就只能责怪自己 两人在骨仓里聊到晚上 这一刻马库斯才将奥托当成朋友 奥托同样劝他 要学会接受帮助 还要好好和女儿沟通 这次马库斯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静静听着 但此时飞车挡残余的人找了过来 他们掰断希里斯的手指逼他带路 马库斯及时意识到了危险 赶回屋子时正好就吓了女儿 其他人也都及时趴倒 并没受什么伤 马库斯却是先被击穿腰子 又被打到了腿 但关键时刻饱刀未老 成功击毙了闯进屋子的几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还有一队人直接闯到楼上 带走了马蒂 当他听到动静开门一看 才发现马蒂和希里斯都被挟持了 面对飞车挡的要求 他只能放下手上的枪双手抱头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奥托四人竟然也拿起了枪 飞车挡被光速扫荡 解决掉最后一人 身受重伤的马库斯抱着女儿 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 在树下他第一次向女儿吐露心声 他爱女儿也怕失去女儿 但他学不会如何表达 马蒂也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爱 还好警察来得及时 马库斯及时得到了医治 这一年的圣诞节 是他们一家度过最热闹的圣诞 马库斯也不像过去搬严锁 而马蒂也得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 你见过这么嚣张的罪犯吗 男人因为发起恐怖袭击被捕 而假释官不批准他的假释申请 他就让黑警干掉了所有假释官 还用广播发出通知 告诉犯人要么跑路 要么跟着他混 还通过电台联系赶来的警官 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同伙 不然他就引爆城市里的炸弹 同一时间 丧彪的手下也进入监狱 他们控制了监狱的总控台 然后在各个要道放好了炸弹 只等他一声令响 监狱所有牢门和大门都被炸开 犯人们在监狱里为所欲为 丧彪还谎称手里有大量人质 让警方派直升机来接他 并且不断以此向警方施压 赶来的警察将监狱围成了铁桶 也抓了不少趁机逃跑的犯人 但警官为了保证人质安全 只能暂时按兵不动 同时尽量满足丧彪的需求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警官却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老文让警方不要听同丧彪的要求 他在狱中没有看到一个人质 丧彪很有可能骗了警方 当警官询问老文身份的时候 他却只说出了自己的代号 老文其实是一个退休特工 儿子青春气派逆离家出走 老文只能委托侦探调查 他半夜收到侦探的通知 儿子因为交友不慎 和朋友联手盗窃还枪杀警官 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老文天一亮就赶到了监狱 可他刚到监狱就觉得不对劲 安检出的两个警官都叫史密斯 老文也没多想 直接去见了儿子 他想动用一些人脉把小文捞出来 但小文却并不待见老文 他一直记恨老文忙于工作 却从不告知家人 自己在做些什么 甚至连小文妈妈去世时 老文都没能及时赶到 对于这件事老文也十分遗憾 但怎么解释也说服不了小文 他知道儿子对自己的怨恨很深 只能失落地离开会面室 转身去厕所洗了把脸 怎料厕所里被丧彪手下放了炸弹 爆炸时老文肩膀受了伤 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殊不知监狱已经被丧彪占领了 老文出门找到穿着制服的人 想让对方带他去医院 可他注意到 对方名牌上竟然也是史密斯 于是老文一边跟着狱警走 一边试探狱警的口风 狱警似乎也发现了老文的不对劲 准备在这里把老文灭口 多年搏杀的经验 让老文成功躲开了假狱警的攻击 紧接着赤手空拳地放倒了假狱警 并且拿走了他身上的装备 通过丧彪的广播 老文知道了监狱中正在发生什么 于是他决定先和警方取得联系 得知儿子并未逃离监狱后 老文决定要亲自救出儿子 打完电话老文就看到了两个喽啰 他们互相打趣着准备轮流上厕所 老文眼急手快地上前解决一个 顺便拿走了喽啰身上的枪 当另一个喽啰开门时 直接一枪送他见了上帝 此时的小文正和同伴们一起 他们找到丧彪要投靠他 丧彪给新人们画笔 讲述着他们事业的伟大 小文的同伴急不可耐地想要投诚 可还没说两句话 就被丧彪抹了脖子 丧彪习惯用这种手段威慑手下 犯人们也被此举下得不敢多说 当丧彪询问军火库在哪时 小文为了保护同伴举了手 丧彪让手下金牙跟着犯人一起去 犯人们在军火库里武装起自己 但小文却在一旁动也没动 当金牙拿枪给他时 小文却说 自己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 所以不想拿枪 但金牙笑着却威胁他 为了活命 小文还是接过了那把枪 而此时的老文也来到了军火库附近 他几枪打死一个喽啰 随即放下打空子弹的枪 飞快靠近另一个喽啰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 在拐角处 老文发现了小文和一众罪犯 小文这时也发现了他 父子之间的默契让小文没有开枪 转而找借口躲进了一旁的房间 紧接着老文将犯人吸引过来 然后扔出烟雾弹 多年的战斗经验 让老文在烟雾里犹如鬼魅 很快就杀了两人 但却跑了个小胖 此时的小文跟着其他人回到控制室 他向丧彪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这个傻小子以为 丧彪威胁外场警察时 那说明他没有杀害一个人质 丧彪也乐得忽悠小文 他一边让其他人散开清场 一边独独留下小文 跟他说了许多人生大道理 小文瞬间把丧彪当成了人生导师 于是当幸存的小胖告诉丧彪 有人潜入监狱杀他们的人时 小文没帮轻爹打一句掩护 丧彪圣怒之下召集了所有人 他怒骂老文就是闯进鸡窝的蛇 在场的人想要自由 就必须先解决掉老文 丧彪拿出一百万的价码悬赏老文 犯人们听得跃跃欲试 很快就四散开准备围剿老文 此时的老文正在角落和警方通话 外场警官查到了他的身份 因此委托老文查明人质情况 于是老文偷偷摸到了餐厅后厨 果然在厨物室找到了一堆尸体 在他关门的瞬间 有个黑影从他身后经过 老文浑然不觉地打给警官 告知了人质的情况 结果刚放下手机 转身就被黑哥一拳揍飞 老文只能赶紧握住散落的小刀 紧接着黑哥像拎小鸡仔一样 把老文拎到面前 老文用小刀疯狂攻击 但对黑哥而言全都不痛不痒 黑哥得意地把老文扔到一边 却没注意到地上还有一把枪 老文拿着枪反身连射 黑哥直接拼着一口气想捅死老文 但最终刀尖也没能碰到他 此时的丧彪用私人电话联系警官 警官还以为是老文来电 张口就是老文的名字 丧彪很快就猜出了那是老文 也知道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 但他也从警官的话语里猜出 警官来不及把狱内情况上报 这样直升机还会及时来接他 警官怕老文独自行动会搞砸 只能承认了丧彪的猜测 另一边独自行动的小文遇上了老文 小文听信了丧彪的话 认为是老文在狱中大开杀戒 老文努力解释 想要小文跟他一起离开监狱 小文是一点听不进去 父子俩在走廊里大吵出声 小文不管不顾的输出也惹恼了老文 直到老文提及小文母亲时 小文彻底绷不住了 冲着老文的腿就是一枪 并且警告老文 让他赶紧离开监狱 老文对儿子到底还是满心愧疚 他也不再多说 独自拖着伤腿来到厕所 用酒勉强缓解一下疼痛 紧接着拿出随身小刀 划开伤口取出了弹片 最后用纱布好好包扎 处理完一切时 老文顺走的黑歌通讯器有了动静 老文听出了丧彪的声音 于是用对讲机询问丧彪的目的 而丧彪也坦诚地说 自己曾经也是警员 只因做了上层的替罪羊丢了饭碗 他觉得官场烂透了 所以要玩一场大的 好让警方重新洗牌 看丧彪软硬不吃 劝说无果的老文结束了对话 紧接着老文又联系到警方 他得知几分钟后就有飞机来接丧彪 并且特警已经逐渐渗透现场 等到包围圈成型 狱中所有持枪的人 都会被当作丧彪手下消灭 老文担心儿子会被误杀 于是告诉警官 自己的儿子混进了丧彪队伍 能不能放他一马 但警官并不认识小文 只能拒绝了他的请求 老文挂断电话 决心拼死也要救出儿子 撑着一条重伤的腿又走出了厕所 当他路过仓库的时候 发现了一对敌人 他已在墙边 查看了手枪里剩余的子弹 剩余的子弹不多了 为了更好地引出敌人 老文探出身子开了一枪 吸引了众多敌方火力 紧接着用拉扯的方式 不断地消耗掉敌人 最后及时出动击毙一人 然后前进仓库 趁人查看时再杀一人 再是第三个第四个 就在老黑以为自己清场之后 小头目金牙却咧着大嘴出现了 他欣赏老文的身手 于是提出要和老文决斗 金牙主动放下枪斜 让老文先动手 但身负重伤的老文 哪是金牙的对手 所有攻击在金牙面前仿佛挠痒 老文又踢又踹还抠眼珠子 都没能对金牙造成伤害 反而金牙一个头锤就干翻了老文 这时主角光环发挥了作用 金牙没有急着杀了老文 却开始侃侃而谈自己的经历 老文趁机寻找破绽 抱起一击扑到金牙后 把金牙按在地上一顿揍 最后用一掌拍碎了金牙脖子 看来反派死于话多是有道理的 另一边的丧彪接到警官电话 直升机即将到场 于是丧彪让小文放下武器跟他走 两人上了天台 小文问丧彪 为什么不管同伴的死活 丧彪却直接拔枪指向小文 他问小文到底怎么想 老文和他又是什么关系 小文就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告诉丧彪老文是他的父亲 他们父子俩还积怨已久 于是丧彪直接把枪给了小文 让他在老文赶来时 亲手结果自己的父亲 丧彪还在努力给小文洗脑 小文拿枪对准丧彪 最终却也没能扣下扳机 这下丧彪完全把小文当成了自己人 同时拿走了小文手里的枪 此时老文正好举枪赶到 他招呼小文过来 丧彪却直接放倒了老文 这下的小文不傻了 冲上前抱起老文想要查看伤势 老文却抓着他的手 让他帮着举枪对准丧彪 丧彪音声倒地却并不反击 他像没事人一样站起 然后走向直升机 临走还向老文父子进了个礼 丧彪一把抓住直升机的梯子 随着飞机升高最终在梯子上断了气 这时的小文倒是知道心疼父亲 满脸都是悔恨的眼泪 看着离开的丧彪 他转身紧紧抱住老文 父子俩搀扶着走出了监狱 横顿在两人之间的尖兵 终于在此刻逐渐化解 这个满嘴钢牙 七周壮硕的男人名叫老金 他是这座监狱的盲 老金每天只做两件事 训练打架 整个监狱 没有囚犯能扛住他第二拳 这天 警察押送老金来到医院 让他见母亲最后一面 可不幸的是 见到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此刻 老金心中的仇恨 再也压抑不住 决定开始执行他的复仇 而仇人正是他的亲哥 大壮 七年前 老金本是一个拳击手 这天 缺钱的老金找到哥哥大壮 想借钱开一家健身房 但大壮并不想借钱给他 在他看来 老金就是个 不通人情世故的愣头青 之前 自己安排他打假赛 故意输拳 可老金却把事情搞砸了 导致大壮输了不少钱 不过 看在亲兄弟的情意上 大壮还是决定 再给老金一个机会 如果老金帮他办成一件事 就将钱借给他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无奈之下 老金只能答应 随后 二把手海哥交代了任务 他拿出一个蓝色塑料袋 告诉老金 下午三点 会有个女人过来 将这包东西拿走 你要做的就是跟踪他 然后抢走袋子 再送回来 这种小事 对于老金来说 简直就是一如反常 之后 老金一路跟随女人 趁其不意 抢下袋子后 夺路而逃 女人一路紧追不舍 可没想到 追逐间 一辆汽车驶过 将女人重重地撞倒在地 当场死亡 看着面前的一切 老金难以置信 随后 他被赶来的警察 直接带走 因为过失 致人死亡 最终 老金被判处五年监禁 他被关押的地方 名叫贝尔马斯监狱 里面的犯人 杀人放火 无个不做 是整个英国最暴力 最惨无人道的监狱 老金出来乍到 不知道监狱的生存法则 一言不合 就跟一个壮汉打了起来 两人拳拳倒肉 但老金战斗力极强 没几下 就把壮汉 按在地上暴打 可没想到 对方不将武德 几个同伙出手偷袭 很快 老金就被一群囚犯 按在了台阶上 一脚下去 老金的牙齿 几乎全部折断 医生见他态度不好 于是 给他随便补上了几颗钢牙 可这口钢牙 配上老金狠辣的表情 看起来更加凶狠 之后 母亲前来探视老金 他十分心疼儿子 并希望他能够收敛脾气 好好改造 老金则让母亲转告大壮 自己想和他见面 好好聊一聊 可一连几个月 大壮都没有一点消息 老金明白 与其指望别人 不如靠自己 于是 老金开始拼命锻炼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这点 两个手持利器的酒饭 堵住了他的去路 仅仅数招 老金就将两人干翻在地 但他的眉角 也被划了一刀 本以为是正当防卫 但法官却判住老金 加刑一年 这分明是一场蓄意谋杀 于是 老金提出换奸 可法官不予理会 渐渐地 老金发现 整个监狱里的囚犯 都在针对他 恨不得杀死他 意识到这一点后 老金更加努力地锻炼 以迎接囚犯们 源源不断地挑戏 他想知道 到底是谁 和他有如此的深仇大恨 这天他以一敌十 打败了一伙囚犯 经过逼问 带头的纹身壮汉告诉他 想杀他的幕后真凶 乃是他的亲哥 大壮 大壮悬赏两万美金 要许他的相上人头 面对亲人的背叛 老金难以接受 从此 他彻底改变了性格 变得越来越冷血 越来越残酷 把监狱生活 当成了生存挑战 对那些暗杀他的人 来者不拒 可对方见老金如此能打 于是不将武德出手突袭 像自制的燃烧弹 拖到了老金的脸上 给他留下了 猙獰丑陋的疤痕 但此时的老金 对于疼痛已经麻木了 他不断地训练 打架 见法官 如此循环往复 慢慢地 他变得越来越强大 预警制服他的过程 也越来越困难 就这样 过了三年 这天 母亲再次过来探视老金 老金本想告诉母亲 大壮派人暗杀自己 但没想到 母亲已经得了癌症 而且是大壮一直在照顾他 老金不忍母亲临死之前 看见兄弟相残 于是将嘴边的话 憋了下去 可不久之后 医院传来一个噩耗 经过抢救 母亲还是病重身亡 这一刻 老金眼中的杀意 再也压抑不住 他要找大壮复仇 随后老金看准时机 一套连招 快准狠 三秒之内 打晕了押送的狱警 解开手铐之后 潇洒离去 逃到街上后 老金在公厕 打击了一套衣服 穿上之后 十分合身 几天后 老金来一家酒吧 两个安保拦住了他 老金也不废话 帮帮几拳 直接放倒 此时 酒吧里面几个混混 正在吹牛逼 他们正是大转了小弟 黄毛告诉大家 前天晚上 他和老黑出去卖货 结果被一个 手持力斧的怪人袭击 老黑被砍断了一只手臂 之后 他赶跑了怪人 等回来时 老黑已经失血过多 不治而亡 几人正听得入迷 突然 老金发出一阵笑声 黄毛看他嘲笑自己 顿时火冒三丈 可看清楚老金的脸后 黄毛突然脸色大变 原来 老金就是那一碗的怪人 当时 他并没有胆量追击老金 而是吓得落荒而逃 随后 几个混混 急刷刷地站了起来 他们打算抓住老金 替死去的兄弟报仇 这时 门口的安保醒了过来 准备找老金报仇 可老金不慌不忙 一拳一个 接着 反手掏出一把线弹枪 控制全场 并且放下狠话 谁敢乱动 格杀勿论 恰巧 小头目海哥也来到了酒吧 看到面前满脸疤痕的老金 海哥一眼就认出 他是大壮的亲弟弟 说话间 一个小弟自以为是突然出手 老金也不废话 直接开枪 正中小弟腿部 疼得他哀嚎连连 老金一脚踹过去 瞬间让他闭嘴 如此狠辣的手段 在场的人全被震住 最后 老金命令海哥掏出手机 将哥哥大壮偏到酒吧 如今 形势危急 海哥也只能照做 没过多久 大壮带着三个小弟 赶到了酒吧 看到老金的那一刻 大壮十分震惊 可没多久 立刻摆出一副好大哥的做派 但老金显然不吃这一套 他用枪抵着海哥的脑袋 让大壮和小弟 交出手机和武器 大壮妥协照做 可走进去后 发现重箱的安保小弟 已经领了盒饭 一旁的黄毛趁机告状 大壮这才知道 老金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为了报复自己 此时的老金情绪十分激动 七年的牢狱生涯 让他变得不仁不轨 挨过无数次的打 也受过无数次的伤 脸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大壮却说 这一切都是他秋游自取的 原来早在老金入狱之时 大壮就通过里面的黑警打探消息 在得知大壮为了自保出卖了他后 于是发出悬赏公告 找人干掉大壮 老金被抓当天 警场告诉老金 大壮乃是诈骗集团的老大 而那个被撞死的女人 就是大壮进行诈骗的目标 原来他们先是向人放贷 如果男人还不起高额的利息 就会威胁他的家人 替自己带货 等他们同意之后 大壮就会安排手下 半路抢劫 一旦东西被抢走 大壮就会找到他们 处里面装了一笔巨款 不赔偿的话 就会疯狂报复 这种手段 让大壮赚得盆满钵满 而老金的所作所为 无疑是做了大壮的帮凶 随后 警长念出一连串受害者的名字 并说 一共有140多个家庭 受到大壮的敲诈勒索 欠下高额债务 他想让老金供出大壮 将功补过 但老金念其亲情 拒绝供认 只是一再坚持 自己并不知情 眼看老金明瞒不灵 警长也不再废话 直接叫手下报歌 严刑逼供 尽管被狠狠揍了一顿 但老金一度咬紧牙关 没有供出大壮 七年的牢狱生涯 老金吃尽了苦头 但他想不到 大壮宁愿相信外人 也不愿相信自己的亲弟弟 听到老金这么说 大壮就想给黑警打个电话 可老金却说 那个黑警再也接不了电话了 而黑警的真实身份 竟是豹哥 原来 警长为了让老金合作 供出大壮 故意将豹哥的黑警身份 泄露给他 得知是豹哥故意陷害自己 老金暗暗发誓 此处不报 他恃不为人 所以 在他孕育之后 第一个找到的 就是豹哥 此时的豹哥已经被逐出警队 见到老金后 豹哥依旧十分嚣张 他并不知道 七年的生死历练 老金已经变成了一个战斗狂魔 豹哥的拳头打在老金的身上 简直如同隔靴搔痒 几招过后 就被老金单方面暴打 可豹哥仍旧不死心 继续出手 在老金眼里 豹哥的动作就像慢动作一般 被轻松躲过 很快 豹哥就被按在地上暴打 可没想到 豹哥突然拿起一个铁锤 拼命挥舞 此时 老金也不再留守 一把夺过铁锤 活活捶死了豹哥 大壮知道里面的老金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弟弟 他劝老金放下过去好好生活 可老金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他念出了那串受害者的名字 告诉大壮 今天他要为这些人讨回公道 海哥却讥讽地说 所谓的受害者 只是一群瘾君子和老赖 被骗也是咎由自诩 根本不值得通情 听他这么说 老金一怒之下 直接开枪 崩了海哥的脑袋 然后拿出一个手机 上面显示出大壮的账户余额 大壮一看 他二百多万的资产 竟然只剩下一千五百块 原来 老金早就将受害者的姓名 赎记于心 坐牢的时候 他将所有名字 刻在了求是的墙壁上 虽然挽救不了自己糟糕的人生 但他希望有一天 能拯救这些受害者 这就是他在监狱里 坚持活下去的意义 所以他在越狱之后 闯入了大壮会计的家 胁迫他交出大壮的账本 并让他把大壮的巨额存款 分别打给了147个受害家庭 希望能帮助这些人走出困顿 重获自由 而想要彻底清除他们的债务 现在要做的就是干掉大壮 如今 两人彻底撕破了脸皮 大战一触即发 可求在此时 九宝趁老金不备 一酒瓶将他爆头 见状其他小弟对着老金 狂砸酒杯 这时 九宝将一袋武器扔了出来 小弟们纷纷拿起刀棍 一拥而上 但老金十分勇猛 以一敌多 毫不畏惧 一拳一个小罗罗 人越多 老金越兴奋 几个小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打得正爽的时候 黄毛突然冲了进来 他拿着枪 一通无差别扫射 可没想到 老金站着不动 却没有伤到一根头发 他大步向前 一把抢过枪来 随后疯狂扫射 直到子弹全部打光 这时 黄毛趁机突袭 老金转头一看 顿时怒目原睁 随后一记头锤 彻底解决了黄毛 如今 在场还剩三名小弟 他们不肯放弃 依旧负于顽抗 老金也毫不手软 一拳一个 打得对面彻底倒地不起 尽管老金武功高强 但一番血战 还是深受重伤 随后 他淡定地走到吧台 倒了一杯啤酒 和大壮 开始了最后的交流 大壮说 自己十分怨恨 没有出息的老金 因为他 不止害自己 输了很多钱 还让自己颜面扫地 就算他没有告密 自己也会杀了他 随后 大壮端起仙弹枪 扣下扳机 可没想到 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随后 两人开始 精神咒活 大壮手持短刀 一心想要杀死老金 枪持中 老金突然反手夺刀 一刀捅死了大壮 解决了罪魁祸手之后 老金并没有 对酒保动手 而是拖着一身伤 走出了酒吧 随后 他脱力地 靠在栏杆上 想到那些 拿到钱的受害者 老金如是重负地 笑了起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一部 全权盗座的 犯罪动作电影 这部复仇者 绝对符合一个字 爽 斯科特阿金斯表演 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实在过瘾 但最让人感慨的是 老金最后的复仇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那些 被欺骗过的人 让人肃然起敬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两个男人 是一伙重装汗匪 此刻 他们正准备 抢劫一辆运钞车 带上头套后 远处驶来了 一辆运钞车 随后 紧接着 其他同伙前后夹击 堵住去路 一名劫匪快步上前 安装炸弹 将运钞车 炸出一个大洞 随后 喷入催泪瓦斯 逼迫守卫出来 眼见他们毫无反应 另一名劫匪连开竖枪 吓得车内守卫举手投降 但四人并未痛下杀手 将运钞车洗劫一空后 便潇洒离去 随后 四人使到一处郊外 将所有罪证 全部销毁 这伙汉匪的老大叫老雷 他从事抢劫行业多年 心思缜密 为人低调 很快 老雷凭借人脉 联系到了一批买家 原来 他们这次抢的不是钞票 而是一批空白护照 一本空白护照 在黑市可以卖到4000欧元 而且供不应求 顺利交易后 老雷成功拿到了300多万 毫无疑问 这是一笔巨款 随后 老雷从中拿出30万 交给了爆破专家大壮 看着手中的现金 大壮十分高兴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他才刚刚出狱 对于大壮来说 这笔钱可谓是雪中送炭 但妻子十分担心大壮的安危 他不想再次看到丈夫入狱 但大壮却说 他不想再过以前的苦日子 无奈 妻子也只能同意 为了庆祝这次抢劫行动的成功 晚上 四人带着家属 来了一次聚餐 其间 大壮讲起了自己的往事 一次行动中 他因为来不及撤退 结果被警察抓获 坐了八年牢 如今 他只想努力搞钱 让妻儿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老雷却说 自己对钱没有兴趣 他唯一想做的 就是抢劫运钞车 十几年来 他抢过30多辆运钞车 而且从未失手 但这一次他的好运似乎要被打破了 就在几人把酒言欢的时候 老雷的弟弟小明 正在处理抢劫用过的枪支 这一趟他可以分到5000块 但是小明十分贪心 他知道老雷一伙干了一笔大的 于是偷偷留下了一把手枪 并将其卖给了一个毒贩 之后 这把枪被警方认定是抢劫的武器 于是将这个毒贩判了十年监界 很快 毒贩的老大黑格就派人找到了小明 此时的他一脸懵逼 声称自己已经将枪上的指纹全部擦掉 老雷也是恨铁不称钢 虽然枪上的指纹可以擦掉 但是只要比对运钞车上的弹道 就铁正如山 但眼下追究责任已经毫无意义 最要紧的是解决这件事 这时黑格打来电话 他告诉老雷 自己的兄弟被小明坑得生不如死 如果不交出小明 就将他们全部杀光 老雷知道 这群毒贩无恶不作 为了兄弟们的安危 老雷不顾危险 决定单刀附会 到了毒贩的老巢后 老雷见到了黑格 他本想破财党灾 但黑格不吃这一趟 他威胁老雷 两天后替他抢劫一批毒品 文言 老雷立马拒绝 表示只肯出钱 不肯替他做事 但黑格根本不缺这点钱 他要做的是给这些人一个警告 他不允许任何人 在自己的地盘做生意 如今形势比人强 老雷只要说一个不字 立马就会惨死当场 其他几个兄弟也都会受到牵连 无奈之下 老雷只能同意 但这种黑吃黑的事 异常凶险 稍有不慎就会当场交代 同伙之一的兽子知道后 当即表示 要退出这次行动 他不想因为小明的失误 送掉自己的性命 老雷好言相劝 但兽子十分固执 最后两人撕破脸皮 行动开始之前 老雷先是找到了母亲 让他住到自己家里 以防被黑格绑架 但没想到 母亲不止不愿意 还让老雷立马离开 要不然就直接报警 将一切全部告诉警察 无奈 老雷只能安排一个小弟 在外面保护母亲的安全 随后 老雷找到了大壮 由于兽子退出 所以他需要一个靠谱的队友 毫无疑问 大壮是个合适的人选 他告诉大壮 干完这一单 他可以分到90万欧元 原来 这批毒品价值300多万 老雷不想沦为黑格的傀儡 于是 生出了黑吃黑的心思 大壮也向妻子保证 干完这一票 亲盆洗手 一切准备就绪后 当晚 三人抢了一辆卡车 之后 发出埋藏的军火 一场血战即将开始 第二天 三人撞停毒贩 准备拖走藏毒的车子 本来一切顺利 可没想到 毒贩的同伙突然赶到 随后 两边开始交火 胖子由于毒闪不及 伸中树枪 老雷赶紧掩护队友 进行火力压制 之后 老雷边打边退 凭借精准的枪法 干掉了两名毒贩 可胖子由于伤势太重 已经无力回天 老雷悲痛不已 但此刻不是伤心的时候 老雷一把火烧掉了胖子的尸体 将一切证据全部销毁 随后他打给了黑哥 想用这批毒品要挟他 可没想到黑哥十分狡猾 提前抓走了老雷的母亲 文言 老雷眼神一领 心中已经生出杀意 之后 他一路来到黑哥指定的地点 刚下车就被枪口对准 随后开始命人 割开后备箱取出毒品 期间还不放挑衅大壮 正当黑哥几人得意之时 小明突然带人从后方杀出 打得黑哥几人措手不及 原来老雷早有后手 提前安排小明带着枪手 在暗处侧应 只待合适的时机 将黑哥几人一网打尽 随后两边开始枪战 擒贼先行王 老雷本想抓住黑哥 但没想到他果断撤退 老雷深知穷扣墨锥 此时最要紧的是救出母亲 随后他抓住一个受伤的小弟 逼问他关押母亲的位置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小弟很快就说出了位置 随后小明一路急迟 仅用30秒就赶到了地点 老雷不敢耽误 带着母亲一路奔逃 此时追兵已到 两边开始对射 但很明显老雷枪法更准 可枪声已来了警察 为了掩护老雷 小明不过安全 直接撞停警车 趁此时机 老雷带着母亲成功逃脱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大壮也赶回了家中 但映住眼帘的是一片惨状 妻子早已被折磨的遍体鳞伤 没了气息 大壮当场崩溃 眼面痛哭 但大壮来不及伤心 来到了学校将儿子带走 随后他打给老雷 得知了他的藏身地后 立马赶了过去 看到大壮 老雷觉得十分愧疚 如果不是他 大壮的妻子也不会惨死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将大壮父子 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而老雷自己 决定劫狱 救出弟弟小明 大壮明白 死去凶险万分 于是决定 将儿子留给老雷的妹妹照顾 帮助老雷一起劫狱 之后老雷花费重金 买到了警方的押送时间和路线 行动这天 两人撞翻了押送小明的囚车 随后解开小明的手铐 带着他潇洒离去 三人来到一处地下车库 刚想驾车离开 突然遭到了警察的疯狂射击 老雷明白 三人继续僵持 无异于等死 于是 让小明和大壮先走 自己留下来吸引火力 最后 老雷看准时机 拔腿就跑 另一边 小明和大壮顺利逃脱 混到了公交车上 而这时 老雷也从后门逃了出来 可下一秒 这一枪射穿了老雷的脖子 让他当场死亡 电影最后 大壮和小明坐上了偷渡的船 准备去国外休养生息 两人望着远方 心中都有无限的仇恨 当他们再次返回的时候 必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的名字叫《抢劫犯》 又名《重装匪徒》 整部电影看起来非常写实 全程枪战 节奏紧凑 老雷虽然是个抢劫犯 但是讲义气 重感情 但最后 也是因为这点而死 如果喜欢写实枪战片的人 这部电影 绝对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男人到杂货店买枪 没想到 反被两个店员嘲笑 结果 男人根本不在乎 反而继续调戏 店员气急败坏 正要动手 却被男人一脚踢倒 另一人刚想上前 男人一招致命打击 让他痛苦不已 倒地的店员随即开枪 反而误伤了队友 自己也被男人一刀毙命 在这电光火事间 男人就干掉了两个大汉 随后 他取下那把手枪 放在手里仔细端详 果然是他的枪 原来 男人名叫艾迪 就在半个月前 艾迪买了辆摩托车 一路急迟赶到美国西部 准备看望西制好友 强泥 其料 走着走着 摩托车的汽油就用完了 在这前不着孙 后不着店的地方 艾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先下车四处看看 眼看天色已晚 艾迪猛灌一口酒 直接躺在地上准备睡觉 在他神情恍惚的时候 仿佛看到强泥突然出现 还在跟他聊天 两人说起了往事 艾迪一阵唏嘘 对着空旷的四周乱开枪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停在艾迪身边 为首的大汉指着车上的弹孔 怒斥艾迪乱开枪 差点害死他们 最后 三个大汉走向艾迪 此时的他神志不清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只能低声道歉 同时 还不忘朝身后喊了声强泥 三个大汉面面相去 都认为艾迪是个疯子 然而 为首的老大看上了艾迪的摩托车 声称 只要把车送给他 就原谅艾迪的行为 这可是要送给强泥的礼物 艾迪自然不肯 老大直接给了他一拳 老二则趁机捡走了艾迪的手枪 艾迪起身还想反抗 无奈 现在他的状态实在太差 又是以一敌三 老二更是直接开枪 虽然没命中要害 艾迪却也倒地不起 此时 另一辆车从远处驶来 车上是一对兄妹 妹妹见死情况想给艾迪援助 但胆小怕失的哥哥根本不敢停车 直接离开了这里 最后 老大让老三解决掉艾迪 他们则带着摩托车离开 老三似乎有一些心软 迟迟不敢开枪 最终朝着空地看了两枪 老大以为艾迪已死 就带着摩托车离开了 就在艾迪奄奄一息之时 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 随后将其救走 等艾迪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身处小木屋 而救了他的人 正是好友强尼 强尼用镊子取出子弹 最后帮他包扎好伤口 好友再度重逢 两人都是喜不自胜 艾迪告诉他 自己本来是要送给他摩托车的 结果半路被三个鳖子抢走了 强尼一听就明白了 那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附近镇子上的恶霸家族成员 艾迪的伤口很快恢复 两人开始谈天说地 这里低处荒漠 因此闲有人来访 倒是每天都有战斗机飞来飞去 艾迪下定决心要拿回摩托车 而强尼则好心提醒 恶霸三人所的父亲老灯 在这里势力很大 手下也很多 因此很难对付 更何况这里基本处于三不管地带 也不会有警察来管他们 所以小镇的居民受到欺压 也是敢怒不敢言 更可恶的是 恶霸家族还放出谣言 声称在这小镇附近出现了UFO 因此吸引了不少老年人来旅游 他们则趁机敲诈一把 艾迪下定决心要铲除这活败类 强尼也不再阻拦 让他没事去小镇上的饭店 那里有一个美女服务员 是强尼的老乡使 希望艾迪能去打个招呼 艾迪答应了这个请求 不久后 他独自启程准备前忙小镇 等他来到这里时 之前路过的那对兄妹也在此处 并且还在饭店打工 妹妹十分惊讶 艾迪居然能从恶霸三兄弟手下逃生 此时艾迪也看到了自己的摩托车 正被恶霸三兄弟的手下骑着 不过艾迪并未动手 毕竟 擒贼先亲王的道理他还懂 艾迪静止走进杂货店 准备先卖点武器防身 谁知 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枪 在解决掉两个不怀好意的店员后 艾迪正想离开 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声音 艾迪进门查看 发现一个红衣老头被绑在椅子上 艾迪急忙帮他解开脚料 老头一边抽烟一边吸氧气 还不忘自我介绍 他声称自己名叫老鬼 是这家杂货店的老板 而这两个店员则是他的侄子 自己身体不好 本想请他们帮忙 其料这两个侄子早就加入了恶霸家族 不仅将杂货店据为己有 还把自己软禁起来 还好今天艾迪将自己解救 艾迪取回手枪后 就准备到饭店做做 刚一进门 服务员布拉尼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艾迪立马上前自我介绍 他不愧是情长老手 很快就赢得了布兰尼的放心 艾迪声称 自己是受强尼所托 前来看望布兰尼的 原来 当初布兰尼受了伤 是强尼救了他 现如今听说两人是好友 更是对艾迪青睐有加 饭店众人听说 艾迪干掉了老鬼的侄子 纷纷对他另眼相看 这群人平日里也被欺压坏了 其中 名叫老白的老头立马上前 表示自己愿意当艾迪的手下 艾迪正好需要有人处理尸体 于是就收下了老白 两人回到杂货店 老白当场就要去准备卡车 就在此时 门口突然路过一个车队 老鬼向艾迪解释 这是小镇上另一个黑帮组织 飙车党 他们跟恶霸家族有合作 也有摩擦 总体上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艾迪看着他们 顿时系上心头 老鬼带着艾迪来到仓库 这里有满满一屋子的军火 是老鬼当兵的儿子留下的 现在可以让艾迪随意挑选 不过艾迪为了不引人注目 并没有选择枪支 只拿了一个夜视望远镜 为了彻底剿灭黑帮 艾迪决定暂时住下 他来到旅馆租到房子 此时 老白正在处理尸体 把他们用保鲜膜包好 然后直接扔紧悬崖 做完了这些 艾迪询问两个老头 什么地方能找到飙车党 得知他们经常在15公里外的酒吧活动 于是 艾迪借用了老鬼的汽车 一路赶往酒吧 等他到目的地时 天色已经渐晚 他刚准备进入酒吧 就看到飙车党正在纠缠两位美女 只见领头的眼看美女不从 直接对着地上开枪 逼得美女一边尖叫一边跳舞 老板出来制止 反倒被暴打 艾迪察觉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飙车党们面面相去 没想到居然有人触他们的眉头 领头刚想掏枪 却没想到艾迪更快 三枪干掉三个人 这一手操作下来 吓得其他人动都不敢动 只能纷纷放下武器 而艾迪则处妇美女捡起武器 然后带着他们上车 老板也是要奸不要命 居然问艾迪要酒吧损失 艾迪则自称是恶霸兄弟的手下 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礼物 打爆了所有摩托车 随后艾迪开车离开 这一招祸水东引用的不错 艾迪将美女带回旅馆 等到晚上她正擦枪时 美女突然来敲门 声称自己要报恩 艾迪欣然接受 四日一早 她收拾好装备 然后来到老鬼的仓库 取走了一把狙击枪枪 并交代老鬼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与此同时 飙车党首领怒火中烧 得知是恶霸兄弟先动手 他当即点进人马 是要将恶霸家族灭掉 艾迪躲在一旁看得清楚 飙车党的行动力没得说 恶霸一家刚从城里开车回来 就遭遇飙车党的袭击 一家人差点被干掉 好在他们其实逃脱 并回到老巢 召集手下 准备来一场大型火兵 此时艾迪已经悄悄来到 飙车党营地附近 并占据了制高点 而强尼也赶来助阵 恶霸家族潜入营地 随即对飙车党发动进攻 双方人马立刻打了起来 艾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一枪打爆了油桶 场面瞬间变得更加激烈 不过打着打着 双方都发觉了不对劲啊 恶霸老二询问飙车党 为何要突然袭击 却得知是自己一方先动的手 他瞬间明白 一定是有人故意挑拨 然而恶霸兄弟老霸十分不满 认为都是老大者的祸 于是父子两人竟然当场打了起来 搞得双方人马都一脸懵逼 谁能想到恶霸老大一狠心 居然当场干掉了亲生父亲 飙车党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他们太变态了 此时官望的艾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再次打爆汽油桶 给他们加料 其料反倒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双方立刻联合起来围攻艾迪 艾迪准备以自己作为诱饵 让强尼趁其逃离 其料 强尼抢先一步将他打趴下 自己则顺着钢篮一跃而下 恶霸家族和飙车党疯狂开火 最终将强尼活捉 此时恶霸老大发现 这根本不是艾迪 于是开始拷打强尼 艾迪想要营救 然而敌方人数众多 于是他躲在草屋里学狼教 用出了声东击西的计策 将一干手下逐个击破 为了引出艾迪老大将强尼吊了起来 艾迪则趁机抢了一辆摩托 在重针的包围中顺利救出了强尼 等他回到小屋时 却发现强尼因为重伤已经去世 四日一早 恶霸家族派出人马来到小镇 准备挨家挨户搜索艾迪的踪迹 并开出悬赏一万美元 布兰尼看到这一幕 立马赶去强尼的小屋 却得知强尼已经去世 他跟艾迪抱头痛哭 却也因此走到了一起 很快艾迪制定了新的报仇计划 他先是在众目睽睽下回到小旅馆 果不其然 就在当天晚上 那对兄妹中的哥哥去通风报谢 恶霸老大带着手下赶来 哥哥带着他们去艾迪的住处 并开始喊话 让他赶紧投降 起了屋内没有任何反应 恶霸见状也不装了 对着屋内一阵扫射 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 任谁也活不下来 手下冲入屋内 这里居然根本没人 只有一把枪 此时的艾迪和布拉尼 就在废车后躲着 恶霸老大察觉不对 立刻让手下四处搜查 其中有几人在屋内搜寻时 出于好奇 拿起了那把枪 其料 这早已连接了手雷 小屋瞬间爆炸 艾迪则趁着恶霸手下乱找时 悄悄地逐个击破 很快干掉两人 此时恶霸老二找到了老白 看他正收拾着一具尸体 立刻逼问艾迪的下落 其料老白充耳不闻 根本不搭理他 老二恼羞成怒 正想对老白动手 谁知却被老三阻止 老二开始怒骂这个弟弟 要不是他当初心思手软 哪有今天的灾祸 此时艾迪突然出现 两枪干掉了老二 然而当他面对老三时 却并未动手 艾迪念着他还有一丝良知 当初还放自己一马 于是放走了老三 艾迪看着老三骑车远去 刚想松一口气 其料一个枪口抵住了他的脑袋 竟然是早就躲起来的老大 老大怒斥老三的懦弱 声称自己干掉艾迪后 就会去杀了他 迫于老大的威胁 艾迪只能放下手枪 他刚想趁着转身时 袭击老大 却不料老大早有准备 自己反倒被一顿胖揍 原来老大的身手也相当不错 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显露 现在艾迪完全落入下风 被老大一阵拳打脚踢 此时老白看了看手表 知道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于是他敲响了警钟 艾迪立刻心领神会 不远处一架战机飞来 艾迪趁着老大分神 一脚踢飞了武器 最后跟着一招回旋踢 老大掏出匕首负于顽抗 然而他大势已去 被艾迪按在身下狂揍 最终一脚踢在他咽喉 老大就此没了再战之力 此时布拉尼出来搀扶艾迪 没想到老大还想趁机突袭 一阵枪声响过 老大就此身忙 原来是老白动的手 随后在场的老头纷纷抢弓 老白将所有人的尸体 统统处理后 小镇却因此事上了热搜 众人都以为 这些人消失是因为UFO 所以都赶来旅游 小镇没了恶霸气压 旅游业终于走上正轨 老头们找到了人生意义 而艾迪则找回了摩托车 准备带着布拉尼浪迹天涯 早已逝去的墙泥 仿佛就在身边 70岁的莲母是个 很有仪式感的杀手 她会千里迢迢把任务目标 带到小森林 然后让她自己找个 风水宝地挖坑 最后按照她基督教信徒的规矩 忏悔60秒 时间一到 莲母毫不犹豫开枪 任务目标就埋进了 她自己挖的大坑 之后莲母就会在 这个风水宝地上 种上一棵小树苗 腐化的尸体将是 植物们最好的养粮 四周层次不齐的小树 每一棵都代表一条人命 其实莲母这个年纪 算是一个退休的杀手 她隐居在爱尔兰某个 偏远小镇 这里鲜少有人来往 莲母有两个邻居 一个是喜欢种花的老太太 一个是喂马的小女孩 莲母和当地的维尼景观 也交往密切 两人会一起巡逻和训练射击 除了偶尔接几个任务维持升级 莲母的生活过得十分滋润 当然杀手总是会有 不想杀人的一天 莲母在干完最后一单后 和上级罗比申请永久退休 她想要试着种种花养养猫 在这个小镇里悠闲度过余生 罗比稍作犹豫还是答应了 反正她手底下也不止一个杀手 莲母当即收拾好过往的一切 去商店里买了不少蔬菜种子 还顺便和邻居老太太约约会 迎接新的生活 然而这天 莲母又遇到了小女孩莫亚 莫亚正在钓鱼 莲母提醒她要学会放鲜 否则鱼掉不上来 还有可能割伤手指 女孩并没有学会 反而慌慌张张跑了 因为她不小心把装食物的盒子打翻了 要是妈妈知道了肯定会挨骂 莲母知道莫亚父亲早亡 酒馆的母亲忙于生意 对莫亚非常严厉 只是没想到莫亚的母亲会殴打她 莫亚小小年纪 身体都是伤痕 莲母有些看不下去 于是特地来到酒馆 将事情的原委说明清楚 强调是自己一直和莫亚说话 才会分散她的注意力 害莫亚把食物打翻 一出门莲母还碰上了不敢回家的莫亚 莲母鼓励莫亚向母亲主动承认错误 女孩闷闷不乐 莲母于是提出主动送她回家 快到房子的时候 莫亚想要下车 莲母不让 说是要看着她平安进家门 结果正好碰上了不靠谱的叔叔科蒂斯 莲母回想起莫亚身上的伤痕 推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 对流利流气的科蒂斯好感度很低 加上她看到女孩拿了一颗子弹可当玩具 对科蒂斯产生了怀疑 说不定就是科蒂斯强迫了莫亚 从莫亚妈妈的口中 莲母得知科蒂斯是最近来到这个小镇的 为人非常恶劣 时常对小女孩动手家暴 莲母想起之前和警官巡逻时 发现小镇上的路标被一辆车撞坏了 上面只留下了红色的油漆 而镇上没有人的车是红色的 只能说明小镇里来了一群不好惹的暴力分子 莲母看不过去 对科蒂斯和她的同伙感官更差了 这天莲母偶然在马路上遇到了科蒂斯 假装好心要在她一程 实际则琢磨着动手时机 莫亚叔叔没有什么怀疑就上车了 谁知莲母根本不打算送她回家 反而将她带到了小森林 准备偷偷杀了她当树飞 科蒂斯身上藏了刀 被绑架到后尾箱时 割掉了绳子准备逃跑 年轻人的力气还是比莲母大 很快挣脱了 但莲母有枪 直接一枪打断了科蒂斯的腿 无论她怎么恳求 莲母的枪口都无情地对准了她的脑袋 关键时候 猎枪突然哑火了 科蒂斯以为自己得救 术后突然冒出来一颗子弹正中心脏 取了她的狗命 莲母扭头 原来是好同事杀手威廉 他非常自来熟地帮莲母挖了一个坑 埋了叔叔 还邀请莲母去酒馆喝酒 威廉询问莲母究竟杀了多少人 莲母以为他是在拿自己取了 一拳揍到了她的脸上 事实上科蒂斯并不是一个人回到小镇 她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志愿军 再和同伙在街上引发爆炸案后 一群志愿军驱车逃到了这座小镇 科蒂斯失踪后 她的同伴一直到处寻找她 兜兜转转竟然找到了莲母的上级罗比 玛丽掏出枪 威胁罗比交代科蒂斯的去向 罗比并不想招惹这群疯子 无奈说出了莲母的身份 这座小镇藏着一位杀手 很有可能科蒂斯就是被她杀了 玛丽听后生气地一枪崩了她的脑袋 泡一杯咖啡 意识到丈夫遇害后 尖叫出声 玛丽问她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脸 太太悲痛欲绝地摇头 玛丽最终没有选择杀人灭口 而是去找罗比口中的杀手 之后莲母和威廉接到了上级太太的报警电话 赶来收尸 和离开的玛丽擦肩而过 玛丽来到了莲母的家中 看到了她的照片 决定在这个房子里守住戴土 而莲母和威廉的心情很差 她和罗比认识30年了 当初妻子过世的时候 还是罗比接近了她 爱尔兰的战争波及到了杀手行业 两人不得不面对 在外面的草地上谈论了一晚时政 在房子里的玛丽等到天亮 也没见莲母回来 气得抄起铁枪 砸碎了莲母停在院子里的汽车 大清早的动静 引来了邻居老太太的注意 玛丽嚣张地走到老太太面前 请她转告莲母 她一定会杀了她 老太太对莲母印象很好 果断拒绝了玛丽 还嘲讽她不懂尊重 玛丽直接一巴掌将她打倒 老太太身体不好 暗中观察的莲母和威廉 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 威廉甚至想直接开枪打死这个女人 被冷静的莲母阻止了 现阶段他们不能够直接交火 否则会波及到邻居 等到玛丽愤怒地离开后 莲母和威廉才把老太太送回家 莲母不想这么被动 来到警官家中准备了一些武器 她在报纸上了解到 爱尔兰的共和军 在反抗时炸了大街 还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孩子 正在被柏林政府通缉 就算没有发生科蒂斯死亡的事情 这群年轻人的下场也是监狱 莲母来到了村里没人住的房子 果然发现了玛丽的老巢 里面全是自制的武器装备 和用完的子弹壳和炸药包材料 莲母在附近转了转 小镇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足球赛 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互相认识 因此玛丽的陌生面孔很突出 莲母一眼看到了她躲进了仓库 悄悄跟了上去 而玛丽也十分警惕 转眼就绕到了莲母身后 并且掏出了枪 玛丽坚定认为 是有人要破坏他们共和军 阻止他们振兴爱尔兰 才找专业杀手杀死科蒂斯 而莲母只是解释 她看不惯科蒂斯家暴小女孩 对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侵犯 现在玛丽也杀了她的好朋友罗比 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不如就此休战 玛丽还是很生气 她一直当科蒂斯是最好的兄弟 找不到害死兄弟的那个杀手 绝不可能讲和 玛丽最后在酒馆约见莲母 发誓要把莲母杀人犯的真面目 告诉给小镇所有的人 让她混不下去 足球赛正好结束 小镇的人全部都往回走 玛丽不想自己引起注意 只能先走一步 回到家的莲母又忙碌了起来 她知道玛丽不会善罢甘休 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她将小猫托付给了莫雅 最爱的猎枪则送给了威廉 莲母又劝威廉 不要掺和镜这件事情 任何和杀手有关的都非常危险 还是赶紧找个正常工作干 爱尔兰正在复兴的关键时期 哪里会找不到容身之处呢 威廉心情很复杂 犹豫地拿着这份礼物离开了 莲母独自来到酒馆赴约 好朋友警长维米 察觉到了不对劲 罗比的死给她敲响了警钟 如今又看到莲母 她怀疑莲母惹上了大事 问她要不要帮忙 莲母拒绝了 此时玛丽也带着同伴开车过来了 莫雅的母亲一看到这个女人 就知道没有好事情 因为上次科蒂斯失踪 玛丽就在家里闹了好一顿 酒馆里的人还像平常一样 三两聚在一起 唱着歌喝着小酒 全然不知道 莲母和玛丽已经暗地里交锋起来了 莲母还没放弃劝说玛丽 和平处理科蒂斯的事情 毕竟科蒂斯就是个人渣 这是一个男人走到玛丽身边 和她搭讪 正是不舍得莲母一个人赴约的威廉 莲母看到她非常绝望 玛丽发现威廉和莲母认识 大声质问是不是就是她杀死了科蒂斯 莲母没有承认 可莲母的表情出卖了一切 玛丽毫不犹豫开枪 威廉捂着肚子倒地 枪声和人命让小酒馆陷入了混乱 所有的小镇居民都抱头逃窜 玛丽和莲母在酒馆里交火 打碎了好几个玻璃瓶 木门上都是弹孔的痕迹 威廉趁乱射中了玛丽一枪 玛丽不得不躲起来 门外是她安排好的小弟 听到里面的动静后 拿着炸弹就跑过来支援 结果被莲母射中 炸弹掉落在了门口 将酒馆彻底炸没了 玛丽趁乱逃走 莲母追上前 玛丽回头开枪 但是没打中 而且子弹还打光了 她逃到了一座基督教教堂里 炸弹让她精疲力尽 莲母拿着枪 缓缓走到玛丽身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就像是看着她以前的那些任务目标一样 莲母给了玛丽60秒的时间 在生命的尽头 玛丽仍然没有后悔 从她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企 她就坚信自己是在为祖国解放而战斗 莲母听完了 表明自己一定会送她 见自己的兄弟科蒂斯 天亮后 莲母的小树林里 又多了一棵人体小树 她决定换个小镇重新生活 和邻居老太太告别后 毅然离开了这座爱尔兰小镇